诶 这是GDKidding Are you kidding me the kidding 这也是谢波拉 这种感冒 以至声音更加难听的谢波拉 再经历了一个星期漫长的等待 终于第三期上线了 大家有看到我们今天穿的多隆重吗 就是你知道 一个星期没有看到节目 只看到了几十位哈人在那里吃火锅 这种落差 今天仿佛就是过年 我们今天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 唉 当然是为了我们 午夜如动子 午夜如动子 如动在午夜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是第一次尝试开着弹幕 因为想尝试与国同庆的感觉 对 而且也是真的想看一下 大家对我们的舞台是怎么样的一种看法 如果大家说不好听的话呢 我们知道你不见 他不会又要搞一个七分钟的前情提要吧 真的有前情提要 我按快进的手已经要麻木了 过分了吧 到了 你刚刚全部剪完了 不是个X啊 结束了 Battle三秒钟 这个歪子也像龙王 这Doggy穿的是啥 Doggy有几身这样的睡衣特别骚 你们没有去刺探军情吗 我们没有 我们一直在 Forecast在我们的音乐上面 所以你知道你们为什么没有镜头吗 你的声音好像一直从话外传过来 是吗 是我吗 你倒回去听一下是你的声音吗 就是有一个 哈哈哈哈 是你吗 好像是我呀 那哪里来了我的声音 感觉人家这个舞美整个感觉比我们高级一点 所有的钱都拿去给同仁做舞美了 对呀 就在这儿造 造工180天 我哥生欢 生欢 我跟学欢应该可以成为好朋友 我们的梗好像都是老梗 狗哥终于结束了长男14天的隔离 耶 Welcome 我是新总的收场记忆 BB谁你的收场星 你知道吗 选观众这么严格的条件 大家必须要达到80分以上 我过了 那你拿多少分 来给大家说说 我不知道我拿多少分 但是他有一天给我发 亲爱的观众 你好 你已经通过了我们什么观众的海选 请于几月几日来参加我们的录制 并于今天许认来与不来 我两天后才看到 然后我就和他说 下次再教我吧 没有下次了 悲伤的故事 精神大火 弹幕说马博谦真相的翻译 马博谦就是翻译 哈哈 连个鼓都没用 鼓都没演过呀 鼓可以加 不能加 不能加 鼓子是不能动的 不能改的 天舞给你什么就是什么 我们拿到的第一版 其实是未完成的 完成度大概在60% 对这个真的做得很好 我们结盟以后 然后我们去看他们的台链 然后也觉得 牛逼 用这个办法弥补了 没有很强烈的节奏感 也没有低频 轰托不上气势的一个弱点 这首歌对 就是让大家说的是 耗子感觉 以前不是有一首歌 江涛还是歌 哦嘿哦 不要再聊这种暴露年龄的时候 江涛 我的天 这首歌有点色情 但是我不得不说 杨仔在拍商务上面 要比CV的表现好 毕竟是广告公司的人 广告公司的小卢特唐妮 上春晚 看这舞台 屌的一皮 突然有了经费 我发现他们比我们会吐槽多了 这个backup设计得好 YAHO PAY 他是最帅的 他这个舞台是最帅的 如果你大家圆听 大家看看 特别有那个气势 我就特别喜欢他们这个 动作很简单 就是给了你那种气势上的压迫 对 气势 就把他们这个歌的那个 摩项给顶起来的 包括YAHO PAY 霸王点击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好的 一个展现过程 就是也许给各组的币 没有那么的完整 甚至就是有一些明显的缺陷 但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创作能力 去把这个东西异补起来 嗯 也是一个这个节目给选手的创作空间 而且确实会有一些新的火花 学习委员英文当然好了 我们小诗 可是多年飘泊在国外 刚刚回国 有那个知识卫虎加仁就 这个霸王 整一点 真是大火 我觉得给大家如果服装上再加一点点戏曲的元素 比如说最后有一点那个甩 水秀的那个舞台下会更好 我们演唱会 回去以后被老板开除 立刻把整个管的 健康幸福快乐 以前在火车上卖东西的那些人 一套一套的 买回这个服带走健康 然后你问他能便宜吗 幸福不打折 另外两个兄弟已经把他踢出直火棒 这句话有法律效益吗 我的懒作 张口就懒 你的你的沉浸男好吗 古风美男TY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帅哥 是啊 看爱空潮老人 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但是他们这样有了阻内矛盾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挑起事端 真的打架 因为没有人能打得过来 TY不是给刀刀十张b2b当分手费了吗 明明说好的好聚好散 为什么又在这里往事重提 渣男 其实他们这个思路蛮好的 这个选题很有 挺有画面感的 老实讲 确实你写自己真的经历的这种事 然后包括创造过程的这种压抑 会更容易出现 每个组都有一个学习委员 你们组的学习委员是 我们组好像没有学习委员 哪一天干什么 哪一天确定他的歌词 然后我们所有都安排好 毫无波澜 对 没有波澜 你先起波澜 你给我鼻涕笑出来 个性很突出 冲作意愿很强烈的 就很难换一块融 这首歌挺挺来劲的 就是像他们一开始设计的 就是大家真的在吵架 吵架 恶言相相 这样也挺好的 就是大家说好一起写一首歌 里面说的话可不能当真哦 但是就写出自己的心声 你这个废物 你这个废物 他们这样去做以后 很容易会在舞台上 把这个情景的冲突给做出来 马上那个舞台的张力就强很多 还可以跟他们前面发生的事情 做一个服务 这个歌我觉得这一期会爆的 大家会也蛮需要这种释放性的故事 每个人可能都经历过被抛弃 被不公对待 被排挤 而且这个歌的力量感是很强的 这个B就是一个能凶腾的 打出去的一个拳头的那个感觉 可是现场唯一没有被感染的 就是腾哥老师 刚才镜头给到他那里刷手机 I don't care 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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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懒惰 不 是你的懒惰 你的沉静男 不 是你的沉静男 看来 端了一个手 腾老师慈祥的笑 腾老师写日记 今天很累 但是这两个舞台 我其实更喜欢第一个精神大会的舞台 我觉得这是一首很炸的歌 但是没有办法与它共情 我会很欣赏 刚才那个就是他们的B 也有很大的漏洞 但是他们通过自己去填 那个人的B 填得非常好 然后整个七个人做出来的 那个气势的状态 但我觉得他们的B 也不是那么好驾驭 因为那个Luxo Style 是一首大家都太熟悉 太经典的歌 那是一个一座高山 他们要用什么办法 去打破那首歌 然后变成他们的东西 他挺强调的 他们用了一种戏剧冲突的东西 打破了一个 已经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的歌的那个套路 对 而且有一个非常强耳朵的 一个中国鼓的东西在里面 没想到这个节目 还能有一个英语角的环境 大家选什么 就应该去跟Rich Brand说英文 有说 后面真人秀的时候有说 不知道会不会剪进去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不知道会不会剪进去 应该会剪进去 感觉在给圣诞征婚 值得我托付 在这里解决了终身那时还行 Jungalangio这里可以有大流量 Jungalangio是顶流队 这仙哥这样我都没认出来 陈济南这造型也挺好的 很白老慧 陈济年 会是陈济年 我自己选择的女人都忘记了她的名字 因为有人刷了 川子涛渣男 大家想的都是一样的 小哥永远 everything 框架一切 我可以进入你的框架吗 我们明天一起框架去吧 小哥 还不是看人家AK帅 弹幕老中央空调了 还有 各种中央空调镜头 他哄过你吗 他被我哄过 我是那个修空调的师傅 他哪来这么多骚词啊 我知道你也很孤独 紧张会让你更强大 我觉得他虽然是一个BattleMC 但是有的时候收起一点锋芒 然后展示自己更融会 或者其他的闪耀的面积 会让大家眼前一亮 他的表现力是蛮强的 所以他能把那个Drama给Drama出来 对 小天虽然很可爱 在他身边玩一条面场去了风采 可以的 夏哥 夏哥是可以走新的路的嘛 而且他很适合这种有点 西匹还是什么的那种感觉 对 我真的很喜欢像大家说的一样 就是这歌听得让你开心 你甚至可能都不用关心他在说什么 就像上一场的叫霸板一样 他能让你对燃起一些开心的力量 我觉得对现在大家压力很大的时候 比那种释放型的音乐更重要 因为他是给你注入了一股快乐能量 Like AK 到他这里画风突变 我突然从那个刚打开的新门里退出了 题外被聊 敏歌正提刀赶来 这是一首爱与和平的歌吗 对刚才是护马 这个是夸夸团 大家都很 要不是你们 我不会这么幸福 哦 打台法 台面给起来 也不知道他那个到学的失业人们 看到他演出那样子的 给江医生算一罐能走到几强 听打开的新门 关闭 他们前面唱的都很平和到那种吧 但是终于出来的时候他们 嗯 那其实在后面笑得特别慈祥 这都是我的朋友 我们作为团队的节目来讲 第一听感觉稍微有一点点不平和 我感觉会更像这是一首阿达娃的歌 然后请了一些 feature 对请了一些feature 来帮他一起表演 他自己就没有算算 我在这里拉票说什么 才会得到大家的认同吗 还夸夸夸 还凸不凸 凸 这两首呢 我其实挺喜欢陈静南他们那组的 我也是 四个人的展现很平均 而且每个人都有突破的地方 就你会觉得他们这一对的人 是笼罩在一个氛围里面的 然后这个歌就比较整体一点 后面这首他们每个人有各自的气质 有点像一个Cypher 有点抽离的那种 也有可能后面那组是因为他们确实关系很好 他们跟思想亲近嘛 也就导致了大家没有那种冲突 就是说你强迫你要怎么改 每个人都尽情发挥了自己舒服的那个写作方法 但是有一点点抽离 就可能不是这一种合作在一首歌里面 那你觉得这两句里面最让你惊喜的是谁 夏儿哥 就用他的框架来什么 就是他突破了他以往那个框架 走向了新的框架 周密我知道 周密就像是索纳 索纳一出天下无双 惨了我不适合这个节目 他每次选的都跟最终结果不一样 你是一口毒奶 你说谁赢谁必输 如果当天我接到了那个短信 及时回复 也许整场结果都会不一样 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他们中间大概battle就只有20分钟 就是真的是很hiphop 然后很undergum的那种 我有什么意思你们知道 然后某一位评委在那个评委席里面出来的以后 对 这里才是realhapop 再脏一点 为什么赵云生的段落没有剪出来 是因为他太脏了吗 maybe 疯狂眨眼 我过得很开心 彤彤的收场每次质量看起来都比别人高一截 不愧是 LT GAN 好 有点尴尬 Colleen who who 死大被酒 对对对 我蛮喜欢他这个创意的 给了一个很社会性的话题 尤其是像他讲的 第一个是出恋 然后父母同意买 第二个是贫穷 不能给你那么多感情 那么打一个预告 我们新歌 相似主题的都有谁啊 宝藏山 吉丁提顶 RedX 谢柏拉 这一大批人 做了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也不跟你们说那么多 如果你们接下来喜欢Sweet的首歌 你们一定会更加喜欢我们接下来会发布的那首歌 没错 你一定会 为之落泪 中插广告到此结束 接着看 没有尝试过的领域 叫做 他这个概念是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 说唱音乐到现在看 应该开始有不同的元素 而且他这个主题 很适合他起的 花季少男少女 花季男女生 常规套路 常规套路 先一后一样 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 而且像他们构建这个主题 女生的表演力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他要怎么 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一个元素 居然让江泰生演一个 第一还带两娃的 这个角色更适合斯维特来演 斯维特演的是什么爸爸 说唱老父亲 不管大家演艺求到 那个选题本身 确实是很重要的 他这个扩歌反复成功 就是我做的 我觉得大家在不同的立场上 都会有很多不同的 对的 就像我们经常愤恨父母 或者身边人 长辈会说 我是为你好 在我们的立场上 没有接受到那个好 但是在他们的立场 可能确实是已经 他们能给出的最好的东西 就不同时代的人 追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成长环境是不一样的 如果他们有更多的时间 更深入会更好 包括比如说像江泰生 确实有一点不太适合 但是选题确实是 确实有点不太适合 还没敢说 如果你生气了 你就投我们 如果你爸也破坏了你的感情 你就投我们 如果你相亲的对象是个垃圾 你就投我们 我应该在现场 有样吗 有样吗 有样 大兄弟 大兄弟 我也会希望生翻是我的队长 就他又能活跃气氛 气氛担当 然后又特别会夸人 自信腾腾往上找 经验又丰富 方方面面 他们这个人要关心世界 关心人类 对啊我都说过了它是奥运会歌曲 人类这首歌 我觉得这首歌会哭 期待弹幕里面哭起来 给夏之宇这个特别真诚的镜头 也特别好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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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圣光 太圣洁了 这个弹幕 媳妇出来看上帝了 哦 生翻这个镜头 他有一点点悲苦的那个 夏老师 他这个角色找得好 受苦的难民们的视角 他很会写 他完全构建成了这个场景 对 而他凌乱的骨灰 我也是一座流动的墓碑 啊 哇这一句 当你最亲爱的人死了 你也只是流动的墓碑 天啊 有少了少许 或是很好 他扮演的就是一个抗洪战术 卧槽 而且他自己又有女儿 他这个代入感太强了 上春晚 卧槽 而且你会真的想到 九八年红水 哇这个格局太大了 这确实是音乐 好的音乐应该承载的东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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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末 各台春晚 一定会出现这首歌 要抢夺大家 没错 争夺 要同时约这七个人的档期可不容易 嗯 牛逼 牛逼 哭笑了 我们在现场都听傻了 我操 我最喜欢的两个部分 就是夏之雨的部分和生翻的部分 我是喜欢鱼翅的 这个歌它是浓在一个情绪里的 我觉得鱼翅是可以跳出那个东西 去反过来去补这个歌 他当时那个演艺 包括他声音本身是很明媚的声音 对 他用那种明媚的然后轻快的东西 去讲了一个很悲伤的东西 人生中必然会出现的悲伤的故事 对 其实就是日本嘛 就是那些受经济危机影响 特别严重的国家 而且确实 雨去的那个日本感抓得很好 就是像日本电影也是这样 可能他讲的都是那些生命中的沉痛 可是大家还是会有一种平淡的生活的状态 对对对 反正那就是一首大哥 摆在那就是这样的 他加上他们整个的造型 然后选题每个人负责的诉说的一个内容 就把这个东西层层抬高 而且是非常稳的就这么拿出来了 而且我觉得以大哥这个标准去衡量它 它虽然大 不是空洞的大 不是完全就是我们大爱 我们就要来 对 它同时又很小 就是在不同的困难的环境中 我们始终是有生活的勇气和爱的勇气 而且我觉得就这个 其实是他们一个很好的点 就是你很容易把一个大哥给写空洞 但是他们找到落脚点 首先落脚到一个大的环境的实现上面 然后再关注到大的环境下 受到影响的那个个体 就能够打动你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他们这一组人让我感受到了演绎这个东西 就是他们也并不是这个角色 也可能有一些人甚至都不在那个时代 但是他们的共情很强 对他们真的描写到了 你想象到了那个环境 那个人 是一首大哥却不让你觉得虚假 对 他们确实撑起来了这个主题 对没错 做得太好了 我跟热狗果然不合拍呢 可是顺帆他们组讲的也是情怀的小故事 对我是觉得 我跟热狗的观点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他们也是落在实处的 其实并不是在天上的 不要提醒你那么说我是个花花公子 或者说他先是在这个节目目前到现在他 我不管他宣发做的有多么的差 小破绽有多么的穷 他最重要的是他让大家看到了 说唱的另一面 一是在禁锢 二是他在更加的多元化 现在没有刷午夜入洞子弹幕了 刷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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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一会儿他没有镜头的话 我们再让他赔输这一段吧 0.5倍速看啊 放大镜看 我可憋了一集了 何止三个人啊 就这几个熟人 我要举报 这个其实是我想出来的 不要不要故举 这是什么Key啊 听不出来 太牛逼了 太牛逼了 我操 万赛文老师觉得音感绝了 能听出电动牙刷的调 他是个鸡血人 我感觉我们的棚里应该配一个万赛文 每个编曲是人家发一个万赛文 有没有人现在开始研发 就是人工智能万赛文 小文小文 告诉我这个根音是什么调 C F D E 我一天你在那看电视放了一个P 然后type出来 C 从蠕动开始整首歌 三老师太难了 这造型我都没认出来 这谁啊 街头霸王回到未来 我在后边也在心情练习 菜鸡在这里相互赴道 三哥这是大声V 没错 现在没有你的那一段 你现在可以跟我们讲讲了 你为什么特别紧张呢 我是我们队的一个废物 我们全队只有我一个人 歌词是背不下来的 前面所有的舞台课 房间里练习彩排 最后一次试音 我的歌词没有一次是完全唱下来过的 当大家都是有信心的时候 我说如果我们队会输的话 那个原因就在我 我上台的时候 我走在台阶上 找我的站位的时候 我还在背我的歌词 倒着拿那个麦克风 在比划我的动作那些东西 真的太紧张了 我其实整个歌词是可以顺下来的 但是每一次演 每一次跟大家配合的时候 我都会都会卡死 大家其实也知道这个问题 但他们都爱你 对都很爱我 都跟我说 没有关系 没有问题 你是可以完整的唱下来的 你只是被心理负担压着 你只是紧张而已 感谢我的这些队友们 五夜入洞子 入洞在五夜 前方高能 都坐稳了 这小C位战的 嗯 再见 奖班 Hoppergo 太牛逼了 再见 股市超朋友 再见 太有劲儿了 太有样儿了 说好听的都是识过的 在你身边 拜拜 成功的压力 拜拜 细数的繁星 拜拜 比较好Shine 这是我们的反派大哥 帅气 丢掉 帅气 小妹妹 有人发现了 有人发现了 有人说今天是不是 酷当破了 这个故事我来告诉你们 等一下 自己的舞台 自己说牛逼 是有点不要脸 但是我们 我们我们队的所有人 是真的觉得 我们歌是做的 我们自己也很满意 而且整个过程 我们也非常想 把牛逼刷在弹幕上 让他上春晚 上春晚 因为我的歌词 前两个字是丢掉 是两个很重的两个音 就因为我背不下歌词 所以我们全队人 帮我来背歌词 吃饭的时候 然后他就突然丢掉 然后我就要 必须接着这个往下唱下去 或者是洗澡的时候丢掉 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丢掉 每一个人 所有的人都在丢掉 丢掉 你说你的成功学 孩子 没有成功是学来的 这世界上没有人能定义 你也必非进去 如果非要为生活 在定义 也不敢追看你兴趣 也不该活在 期待 态度冲了洗牌 我所有的演出 我的live 基本都会忘词 但是这段词 绝对是我 词后余生 都不会再忘的一段歌词了 雕刻在墓碑上 对雕刻在我的墓碑上 丢掉 你说作为自己的作品 自己说牛逼不太合适对吧 我来说 我一开始听到这个beat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 因为disco这个东西 本身扇动性很强 记忆感很强 我觉得对于你们几个制作人来讲 其实它的操作空间很大 对 Beats给到我们 其实是一个固定的 由OK5老师来把握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制作人 在这个组里的 我们几个的作用 就是去怎么样 把这首歌组织起来 让每个人发挥自己 最擅长最好的东西 让它变成一个亮点 节目组 我觉得他们也是很爱你们的 他给你们做的这个 服装设计 舞台编排 都把这首歌的那个气氛 表现得更好了 肖召突服装组的老师 服装组老师给我们的 这次搭配的衣服 真的是太牛逼了 就连严敏严导 在现场啊 连着夸了三次服装组 服装组在哪 服装组在哪 这衣服太好看了 双创音乐 尤其在这一曲 还有采花的年轻人手里 是可以变成 很多不同的样子的 你看这首歌 你拿去给你爸爸慢慢听 没有问题啊 他们也会获得快乐 没错 我最喜欢的就是 大家在做 能让人快乐 和走出自己的 小世界的歌曲 而且我不知道 大家在听的时候 其实有没有在注意 我们的歌词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主题的 跟这个歌名一样 人间普通只难 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 但这个世界在告诉你 你要变得更强 你要变得rich 你要变得很有权利 只有获得了这些 你的人生才是幸福的 但其实我们这首歌 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不需要按照 别人指定的模式 在固定的时间 完成固定的事 你的人生才应该开始幸福 你的幸福可以从现在开始 从你接纳自己的人生 直面自己的人生 开始这一刻 你就可以是幸福的 没错 很多人觉得普通 是一个贬义词 平凡是一个贬义词 但是这个世界上 宇宙这么大 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很普通和平凡 可是每一个人 又其实是不一样 接纳自己的普通 然后把普通的每一天 过得很完整 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等一下 你的裤裆怎么了 是因为 我的那个裤子 真的太紧了 那个裤子是一条 刚好合身的细裤 但是我们又有很多 舞蹈动作 包括有蹲在地上的动作 所以我真的蹲不下去 你知道吧 太危险了 这里又要笑到一下 扶双佐老师 真的太有办法了 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 他们把那个裤子的裤裆 给拆了 缝了一个袜子 袜子不是很有弹性吗 把袜子缝在了裤裆的 那个部分 真的太牛逼了 所以你们看到的 我的裤裆并不是扯了 而是被拆了 你们看到 透出里面的东西 也并没有透出来 只是那个黑袜子而已 告诉大家 他的裤不是在现在破的 他的裤早就破了 开裤裤 你知道吗 哇裤裤 对我名牌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粘在了我的脚下 然后你看后面 C-Low拉票的时间 我就一直在搞我的名牌 听懂掌声 听懂掌声 师傅别念了 长老收了神通吧 来来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指一下 大家看见唐宁这个屁股没有 你看这个奥西做的那个东西 就是四环的 就是水泥的 没有沙发 然后我们做 每一个人的屁股都是白白的 天天就这么白着屁股来回跑 你们知道吗 奥西是德国人 对 但他中文很好 对他中文很好 他是完全可以用中文思考的 你真的很擅长这种表达 我在和你对话 我在关心你的状况 对一个喊话式的 他们录制的时候的这次现场 是我看过的他们的排练和彩排演的最好的一些 这个现场是真的很好 你看我们就在下面 就确实有被感染到 这一组确实 余真比较突出 扛起大琴 就和阿达瓦的那一组可能感觉差不多 就是女生挺突出的 分量也很重 对我当然不是出于私心 但是这两首歌舞台来讲 我是选《我也如冻子》的那一首 作为一个听众 首先呢 我刚才已经反复阐释多遍 因为在现在大家有太多注重情绪 注重苦痛的东西 我其实更希望我能听到的音乐是 更去帮你消解这些压力 能带给你希望快乐 甚至日常的东西 这首先是我个人的一个倾向 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你们 就是这首歌 你可能会忘掉每一个选手的表现 因为你们的整个传达 非常的完整 是一个整体的东西 是一条整体的 你说是男团也不为过 对吧 包括舞台和服装 刚才已经夸过了 你整个舞台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 我也是这么想 后面这个呢 就是跟你们再放在一起比 有一点是亏 因为他稍微常规一点 他们表达的东西 最突出的就是余真 因为他那段hook很抓耳 但可能现场的话 感染力会更强一点 余真是那种 他的现场超级全粉的那种 他是一个很擅长传达的人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某一种天赋 对 是个能力 莫名其妙 他的神情 他的传达的状态 会让你愿意听他说话 杨宇萌琵琶 我关注了你的微博 我看过他用琵琶 谈好多就是其他的歌 我不管这个过程 就正你们这两组的评论的时候 导师是在拉效果 还是真的在给出专业的建议 我有点不高兴的点是 因为我发现弹幕已经在说 导师们代表了专业 BJUP主代表了业余 然后BJUP主代表了业余 然后BJUP主代表要嗨 而导师会去看到音乐性的东西 哪怕它是节目效果 有的人会因为这个会去争执 把他们的观点认为是专业 把UP主的观点认为是业余 把这首歌当作纯粹 是为了嗨的一首歌 这里这点我不能接受 就是我们还是有在做价值传达的 你不管从音乐性和价值传达上 我认为这首歌 没有任何的专业上不过关的问题 而不能因为有人说 这个歌我不爱情 不是我喜欢风格 不知道你在搞什么 这首歌就变成了不专业 尤其是我觉得 像这样的一个节目 已经这样的一群音乐人 大家做的更应该是 发现更多不同创作的可能性 等一下 No 马思雷说的 前面说的大头话 我可能都能接受 但是他在这里 我觉得我可能有私心的问题 但是至少作为我的角度来讲 我不能认同 我觉得导师要做的 不是价值观判断 说你是对的还是错的 你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他们的任务 应该是去发掘可能 而不是阻断可能 我觉得是这样的 其实我在现场的时候 整个的过程 会比展现出来的会更长 除了马思雷他们以外 其实都对我们的 这个歌和表演 提出了质疑 就批评 热狗说我们就是歹气托棚 马思雷总结我们的表演 说我们是程度化的骚整 就是漫搞的意思 他没有剪出来 作为我们来讲 我一直觉得 艺术的事情 只有你喜欢和不喜欢 而没有绝对的好坏 这比赛 其实这种事情 是蛮看运气的 因为这个评委 跟你对上了 他就是喜欢你的东西 他不喜欢你的东西 那没办法 就像他说的 他可能听不下去 我们的歌 但是老实说 狗哥有一些歌 我也是挺难听完的 这个东西就是 跟你的个人的喜好的关系 是很大的 不是说有一个绝对好的 标准版在那边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说的话 是他们的意见 但是我们有我们 对自己作品的一个把握 其实我们在现场的时候 有聊到一些这些东西 但是在现场的表述 可能大家都在台上刚唱完 然后表述没有那么完整 我认同你们的观点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想要传达的东西是什么呢 他们作为导师坐在这 没有办法完全代表个人 他代表的是他身后的 支持他的听众 甚至我们说的大一点 他们几个人这样摆成一排 就是在某种方向上 在引导收藏音乐的发展方向 当然也蛮好的 因为当李宇春提出问题的时候 UP主补上另外一个视角的意见 我觉得也还OK了 可是UP主的意见被当成了 是普通人外行看热闹的意见 我不能接受 我觉得不能因为一个音乐热闹 让人高兴 它就是低俗的东西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 会变成一种引导 我会担心 我的担心是 当大家本身还觉得这件事 啊我好开心 但当他这么说了之后 他们说那我是不是俗了 我不应该听讲音乐 我不应该为这种俗的音乐开心 我会有这样的担忧 比起你担心的东西 我更觉得 让我在意的是弹幕里面刷 觉得我们只是纯爱而已 而是我们没有把 没有把我们想表达的整个价值 甚至在我们拉了票的时候 讲这首歌的含义的时候 还有人没感到 这个让我有点意外 就C6已经把这个事情给 说出来了 他们还是没明白 对我更在意这件事 因为个人喜好你是没办法改的 但是我说的话你听不听得懂 哇我看到大家刷 我就是喜欢第一组 我就是个俗人 确实要好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个音乐并不俗 这个音乐并不俗 第二组 余真组挺棒的 他们这个现场 如果你们在现场的话 确实是真的也会被感染到 但是我也很开心 就是观众能够认可我们 谢谢 你们在这做获奖感言了 我整个垮脸 虽然你们这种言论 我还是沉溺在刚才的气氛中 我觉得有事公语 没有 导师他也是一个人啊 就是他也是人啊 他也有喜欢跟不喜欢 你不能强迫 别人去喜欢不喜欢的东西 你能解你的在做的东西而已 问你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带定的这四组中 你觉得哪一组 对上无业如动纸 有可能会让你们被带定 他们直接进去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 就是如果我们发挥正常 无失误的话 任何一组我们都不快 就是不就不只是带定这四组 就是连上赢了的组 可能唯一我们会担心的是 对上顶流组 但其实也不是那么怕 我觉得我们的都够好 对我们组其实 我们自己是蛮有信心的 对 所有的变数都在你身上 精神大过 实际名归 朋友们没毛病 我们拥抱友军 一起登上竞技台 他给你们点评中 也担任了天使角色 要是他cue up主 就没有人替我们说话了 感谢川川 如果你又两张白天守护唱片 这八个人你 算了这个让你说了 你肯定是想给所有的人 都是兄弟姐妹 谁都不舍得走 那我说 我不怕得罪人吧 现在还不是圈里人 等发了歌就是圈里人了 就不能说这种话了 我会伸给余蓁 至少在他们的那个作品中 余蓁非常突出 而且她的表达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让人印象很深刻 另外一张确实很苦恼 我可能会给余蓁先 她的造型和她这一次的表达的东西 都让我觉得眼前一亮 其实我是听过小天准备的那首个人作品 我觉得小天 我会很想听她在后面的舞台上唱出来 她后面准备的个人作品 就除了芝儿以外 我会更想听小天有机会唱出来的后面的歌 余蓁我也蛮想她复活的 再来一遍 白衣补贴的衣 再来一遍 前方高男 拜拜 传过 electric 拜拜 十字的繁星 拜拜 不再来一遍 不再永远 最快结婚